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受真言的法则跟诫命并且放在心里好好的去谨守它 会得到的第一个祝福就是会得着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因为领受的真言的智慧会让我们的生命不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会走上羞辱的道路 结局就是羞辱自己 让自己的身体或是心灵甚至在物质上 名誉各方面会得到很大的亏损 甚至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寿命 因此呢 谨守真言的教训跟教导 会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 并且满有平安 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的景象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慈爱与诚实 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上帝的属性 慈爱就是hazed 就是守约之爱 诚实呢 就是信实有信用 因此呢 其实真言 它是把上帝的品格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真理 用这个真言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因此当我们领受的时候 去遵守它 就如同把神的慈爱 跟神的信实 把它系在我们的景象上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真言在一章九节也告诉我们 要把真言的智慧 带在头上 如划罐 细在脖子上 如金链 因此呢 当我们去 珍惜 真言所教导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会得到尊荣 第四节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 蒙恩宠 有聪明 原文是有美好的聪明 第四节呢 蛮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我们好好的操练 遵守真言的教导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会成为一个蒙恩宠的人生 蒙恩宠它的原文就是有恩典 因此呢 这个有真言的智慧 使我们这一生在上帝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都成为一个蒙恩典的人 得人和得神的喜爱 并且呢 显出我们生命中有一种美好的聪明 不只是头脑的聪明 更是一个好品格的智慧 也是一个有深厚的一种人生的洞见的智慧 第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真言第三章里面 很多金句 都是我们从小教我们的孩子 背诵的一些金句 例如第五节跟第六节 不要忘记 真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 就是一个父母对儿女的家庭教育 因此第五章第六章再一次提醒 就是要专心的仰赖 依靠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因为在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那第六节告诉我们 在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怎么样 要认定他 他就必指引你的路 但如果在一切我们所行的事情上 我们没有认定他是我们的主 没有认定他所给我们的训悔 是有福的训悔 反而把他认为很麻烦的很啰嗦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蒙耶和华 指引我们的道路 结果我们就是走偏僻的路 走灭亡的路 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二世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你的白骨 第七节告诉我们 就是当一个人自以为很聪明 他不需要上帝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跟引导的话 那这样的人 他就是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就不会远离二世 他会怎么样 趋近二世 这个二世不仅代表这个犯罪的事情 也代表被罪恶所牵连 以至于自己人生走的路就跌跌撞撞 非常的辛苦 在箴言的第三章这边也不断的告诉我们 当我们生命缺乏智慧的时候 不仅会让我们的品格产生很大的亏损 会让我们的名誉产生很大的亏损 甚至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大的亏损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 我天生就应该会拥有好的健康 没有这回事的 连有健康的身体 都是出于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如果神的祝福 从你的身体健康一抽走 基本上呢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健康 因此呢 第八节说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不仅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品格的智慧 连我们肉体的生命 都会得着神极大的祝福跟怜悯 那要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你的白骨 第九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 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 有辛酒盈益 这边教导我们 要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 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出产 要把它甘心乐意的 来奉献给神 这边说 要尊荣耶和华 把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满怀感心 奉献给神 尊荣的原文就是荣耀 用这样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 荣耀的希伯老原文 它有一个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 使它有重量 因此呢 当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 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 或是这一些所得 也包含我们的恩赐 财干 一切全所有的 也都把它用来荣耀我们的神 献给我们的神的时候 这就是使神在我生命中 有分量 有重量 这就是荣耀的意思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各样的财物 还有一切的恩赐 还有产业的好管家 要用他来尊荣我们的神 不要做一个懒惰的管家 反而要做一个忠心 良善 有见识的好管家 来荣耀我们的神 那这样子呢 神就会更加的 来祝福我们这个忠心的管家 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可以忠心 神就把大事也托付给我们 我们越在财务上 在各样神给我们的产业上 懂得好好来经营 也懂得好好来奉献给神 来荣耀神 那神就把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恩典 恩宠赏赐给我们 使我们怎么样 仓房充满有余 酒榨有心酒盈意 十一节 我儿女不可轻看 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 所喜爱的儿子 在箴言里面 常常讲这个我儿训慧 所谓的我儿训慧 就是一个做父母的一种角色 来教导 甚至在他的孩子 不愿意顺服的时候 他要责备他的 因此训慧 是这个真言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提醒我们 对于上帝的管教 对于神圣灵的光照跟提醒 我们要有受教的心 那这边十一节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 因为神为什么要管教你 要训慧你 要挽回你 要责备你 是因为他爱你 如果他不爱你 他根本懒得管你 所以生命中 还有神愿意管你 这是天大的福分 不然我们就是属灵的野孩子 是属灵的孤儿 因此不可轻看 耶和华的管教 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每一次神管教 和责备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要虚心受教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才怎么样 他必责备 他也才愿意责备 正如父亲 他所责备的 都是他看重的 他喜爱的儿子 因此弟兄姐妹 你欢迎耶和华指教你吗 你愿意虚心的 有受教的心吗 十三节 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变为有福 因为得智慧 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弟兄姐妹 银子 金金 这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很多很多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福分 包含这边所谈到的 安乐 平安 长寿 富贵 很多都未必是真的是用金银 可以买到的 他都是出于敬畏神的时候 从耶和华所赏赐的 因此得到从神这边来的 生命的智慧 品格的智慧 信仰的智慧 他比我们得着金子银子 还更宝贵 因为这些东西是金银所买不到的 十五节 比珍珠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他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他是指谁 指智慧 指智慧的训绵 指这个上帝智慧的教导 一个人愿意顺服上帝智慧的教导 他就能够感受到智慧 要赐给他的有长寿 有富贵 有安乐 有平安 安乐呢就代表像第四节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有聪明 平安呢 可以像第七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各样的恶事 长寿呢 很像第八节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 滋入你的白骨 也像第二节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 富贵呢 第十节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心酒淫义 弟兄姐妹 其实神本来就是愿意祝福我们的神 只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祂 要恩从我们的道路 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留意一件事情 神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怜巴巴的神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属灵的骄傲 会以为受苦才叫属灵 当我们在批评成功神学的肤浅 跟利益交换的时候 我们不小心也会掉入一种叫做 自以为受苦才叫属灵 不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所受的一些苦 不是神要你受的苦 而我们还自以为这样受苦很属灵 那这是奴仆的心态 其实神本来就是愿意来祝福我们的 只是我们都犯了罪 不听没有受教的心偏行己路 以至于偏离神祝福的道路 因此这也是我们要去留意的事情 第十八节 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术 持定他的聚各有福 十八节的中文让我们有点读不太懂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真言的智慧 智慧与持守智慧的做生命术 我们把它中文调整一下 你就比较容易懂 智慧对于紧紧抓住他的人来讲 智慧就作为他的生命术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 持守就是抓紧 紧抱着 如果你愿意紧紧抓住 去拥有智慧 智慧就要成为你的生命术 持定他的 抓住他的 抱紧他的 聚各有福 聚各就是通通都成为有福的人 还记得神在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 在里面摆了一棵树叫生命树 那棵生命树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代表怎么样 终于得着了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本来要让我们去得着和成为的那种美好的人生 有智慧的人生 有智慧的人生 与神同行的人生 而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神 所以被赶出了伊甸园 那其实当我们愿意回来顺服真理的时候 真理和智慧就成为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树 十九节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低下甘露 在这边让我们再去思想到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创造这个世界 他的智慧何其的广大 他把我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他原本就要赐给我们 让我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如今神仍然来要挽回我们 他不断地教导我们生命的智慧 好让我们享受 他原本就要赐给我们生命一切的福乐 我们一同来祷告 谢谢主 主你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的神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受教的心 偏行己路到处行恶 以至于我们生命无法从你领受 富贵平安喜乐 长寿智慧健康各样慈爱信实 主我们真的再一次愿意回转归向你 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 求你常常管教来督政我们 使我们很像一个儿子被父亲所疼爱 以至于父亲愿意指教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讨父神喜悦的孩子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